大家好我是Paul 最后到最后英文一期度 这个故事是笑话 我觉得很值得说 同学也要知道 很多时候有那种双关语 或者是一些谐音的那种笑话 多半我们台湾的同学 在学英文的过程中 不是那么容易好懂 因为毕竟他都已经是你的第二语言了 那种谐音的梗 真的是不是很好掌握的 所以这个笑话正好能够 capture那个东西的精髓 而且又给一些例子 我就觉得太棒了 我们一定要做做看 所以他的标题就是说 Let me explain 让我来解释 解释什么呢 好故事开始了 我们就边读边那个吧 否则我直接讲完一次之后 会笑的人已经笑完了 不会笑的人还继续看下去 其实会蛮major的 来所以我们先看 他开头说 A young couple left the church and arrived at the hotel where they were spending the first night of their honeymoon 哇这一句话 很简单 但是把这个背景铺得很完整了 所以A young couple 一对年轻的一对夫妻夫妇 left the church 离开了教会 因为才刚结完婚 and arrived at the hotel 到达了这个旅馆 arrive加at OK 如果是大一点的地方 例如说都市的话 用的是in 这个大家知道 所以他到了那个旅馆 那个旅馆是他们要 度过他们 这个蜜月的第一晚 所以用了where 就是at the hotel at the hotel they were spending their first night 所以他们要花这个第一晚 顺便这里讲到 你看 我大概好久以前了 应该我这个影片 大概放的时间 不会太跟这个时间太近 Albert同学 感谢Albert同学 你似乎是香港人 我从你跟你的对话中 我可以推敲出你 普通话似乎不是你的母语 那你有文国有个问题 为什么要用过去进行事 那时候我或许没有给你很好的答案 我现在还是不能给你很好的答案 但是我自己看到了一个实用的例子 所以他们到了一个hotel 在那里 他们要度过他们蜜月的第一晚 所以度过那一晚 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continuous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要把它想成是正在进行的感觉 也不要想成是过去正在进行 我们就把它想成是一个持续性的事情 所以在那边 他们会持续性的度过那一晚 你度过那一个晚上 当然是必须是continuous的 你不会说在那边留个两分钟 然后就离开 所以 so where they were spending the first night of their honeymoon OK的 可是我也必须说 如果这里他简单改成spent 所以他改成 they arrived at the hotel where they spent the first night of their honeymoon 我个人觉得也是没问题的 真的 没问题的 为什么用ing会比较好 因为那个故事必须在他们花在那里的第一晚的时间中进行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用word spending会更好一些些 because you're trying to fit in the story into that time frame 大概是这样说吧 好如果有解释到 如果还是不太能接受 那没关系 反正我们日后一定会看到很多的一些ing的例子 过去有进行式的例子 我如果看到我可能可以拿出来再跟你分享一下 特别讲一下下 因为这是我跟你之间有过的一些互动 所以我都会记得 所以也顺便就跟其他同学说 要是你会觉得有些地方不太懂或什么这些 留言告诉我 那都会造成我有印象 那我有印象的话 等到我一直做节目的时候 我遇到什么什么 可能可以跟你之间的解释做印证的时候 I would mention it OK 好我们下边下看 they opened the champagne and began undressing 所以他们开了香槟然后就开始脱衣服了 began undressing dress是穿衣服 undress 脱衣服 When the bridegroom removed his socks his new wife asked 所以当这个bridegroom 一般来说就讲groom就可以了 他特别加了一个bride在前面 OK的 那bride是新娘 groom是新郎 那bridegroom就是groom 所以他脱掉他的袜子的时候 socks 他的新老婆就说了 他强调his new wife well of course 才刚结婚 Ew What's wrong with your feet Your toes look all mangled and weird Why are your feet so gross 所以这个Ew就是 外国的小朋友 从小到大 你只要看到恶心的东西 你的那种第一个gut feeling 就会是Ew OK 你不见得用很完整的字 你不会说disgusting 你可以 可是直觉的反应就是Ew OK 或者gross之类的这样子 好 所以Ew 你脚怎么了 What's wrong with your feet Your toes look all mangled and weird Toe是什么 脚趾头 OK 脚趾头看起来怎么都结在一起 然后看起来很奇怪 为什么你的脚那么恶心 所以gross这个字恶心 OK disgusting sure 然后他说了 I had tolio as a child 所以他回答 我小时候有一个病叫做tolio 可是tolio不是字你知道吗 那这个 大家比较熟悉的字叫做polio 所以就T换成P 就这样 所以老婆就问 You mean polio tolio没有听过 You mean polio 你说是polio吗 那你可能会说 干他什么是polio polio叫小额麻痹症 小额麻痹症 你就知道了嘛 对不对 好 OK 所以他说 他有tolio 不是小额麻痹polio 是他有tolio 怎么变的 就把p换成t 那这边的发音还是toe 所以OK 所以no tolio the disease only affected my toes 所以说 我不是小额麻痹 我是有tolio 那这个病只会影响我的脚趾头而已 所以我的脚趾头 才会看起来那么fucked up so 那那个老婆 这个新娘当然也就接受了 so the bride was satisfied with this explanation 所以他对这个解释是满意的 and they continued undressing 继续脱衣服 when the groom took off his pants his bride once again wrinkled up her nose 所以那裤子脱掉的时候 这个新娘呢 又再一次 把鼻子都皱起来了 所以这个wrinkle就是皱纹 所以把鼻子加上wrinkle 嗯 揍了个鼻子 OK so once again wrinkled up her nose what's wrong with your knees 你的膝盖怎么了 nees she asked they're all lumpy and deformed 他们看起来都很lumpy lump这个字 我也记得 好像不知道再多久前吧 因为那时候讲到lump跟tumor这个字 应该不是我讲到 应该是同学下面提问的 那问了lump跟tumor的分别是什么 那tumor一定是身上长的肿瘤 叫做tumor t-u-m-o-r 那看地方 音试频法是m-o-u-r 那lump呢 则是突起物 所以要你身上有一个小小的隆起 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你可能不会叫它tumor 你可能会叫它there's a lump OK there's a lump on my arm 或之类的 所以lump就是突起的东西 那就可以用在一些其他的地方 像我甚至在我的回应中我有说过 连一块块的方糖 它的单位词都是lump 或者它就叫lump sugar OK so two lumps of sugar 就是两块方糖 方糖 所以lump可以用在这样子的地方 好 anyway 所以你的膝盖怎么会 这样肿起来 一块块这样子 然后deform就是形状都坏掉了 这样form是形体 deform就是形状都万七扭八的了 所以他就说 so as a child I also had measles he explained 所以小时候呢 我也有一个毛病 就是neasles 那外国人听到都知道 没有这个字 只有另外一个字 就说measles 所以他老婆就问了 you mean measles she asked no neasles 所以什么是measles measles就麻疹 OK 麻疹 都得过麻疹吧 我都记得我们小时候 就像是家里附近 或者不知道家里附近 就班上同学有人得麻疹的话 家长都会说 诶 赶快去接近他 感染一下 因为麻疹是得了以后 就一辈子免疫的 那要是长大才得麻疹 就比较威胁生命 因为小时候的康复力真的超强 那身为大人 恢复力就比较懒 所以小时候有麻疹 或得过麻疹之类的 只要班上有人有 妈妈一定会说 去接近他 得一下再说 所以我也都得过了 然后就没有再犯过这样子 水痘似乎也是 不过水痘其实不是免疫 水都是会藏在你的身体里面 然后有时候会冒出来 要是你太累的话 就会出现带装泡疹 好像那个还叫蛇屁 是不是 好 扯远了 回来这里 measles 那me这个字 前面M换成了KN neasles 就膝盖了 所以就是我刚刚说的 这种谐音字 可以混在一起 So as a child I also had measles You mean measles? No, measles It was a strange illness that only affected my knees 所以不是哦 是neasles 只会影响膝盖的 那这个老婆 也只好接受了 So the new bride had to be satisfied with this answer 其实你才知道 这故事怎么发展下去了 所以脚趾有问题 Totally有 膝盖有问题 neasle 那你就会想 那剩下那个地方 会是什么问题呢 所以接下来 As the undressing continued 所以继续脱衣服 Her husband at last removed 最后他老公 终于脱了他的内裤了 然后他老婆 这就是说 不要说 你不要告诉我 我来猜 Don't tell me She said Let me guess Small cocks 好 那你知道 cock就是男生 或应该就有个鸡 公鸡叫cock OK 或叫rooster 所以小鸡鸡 small cocks 那为什么这里 那small cocks 他原本的那个病名 是什么东西 small pocks 所以有个病叫small pocks 他叫做天花 OK 天花应该已经被我们 我们讲说 我们把一个传染病 完全的灭绝掉 就不在大流行的时候 我们叫eradicate So small pocks has been eradicated 我们已经把它就 或者什么 还有什么东西啊 天花跟还有什么 东南亚有一些这种 什么 瘟疾 还是什么之类的 所以好像我们已经有 什么预防针 什么干嘛的 So we've completely eradicated a lot of these diseases including small pocks 所以要是你没听过天花 我大概不怪你 但总之他叫small pocks 那pox变成了cocks 所以说来小鸡鸡 small cock 好 讲完了 可以了 好啦 那多半 这个消耗多半都放在周末 所以今天应该是礼拜五 那我们就下周见了